哈喽,大家好,我是Gary 那么我想呢,从以后每一期节目啊 开始的时候呢 看能不能给大家多介绍一下 我比较喜欢的这些所谓的这个音频 那么今天呢,带来给大家的是一个 Long White的一个 应该说是福特加的一个芋条酒 那么这个味道呢 是芒果加上 这个是叫什么呀 Mandarin就是这个橘子味哈 Long White这个我也是很无意间的 遇到这个饮品 我们以前是从来不会接触到 这一种福特加的这种芋条的 一般呢,都是喝一些什么 一些比较普通的平庸的 那么有一次刚好在同事呢 给了我一瓶这个,我试了一下 感觉非常的不错 其实一箱也不便宜哈 这东西 大概三到四刀一瓶哈 比啤酒那么贵了一倍哈 来试一下 有一种汽水的这个感觉 哎,那么今天呢 主要是好几天呢 没有在YouTube这边发片了 主要在B站那一边呢 哎,说的会比较多一点哈 那么最近啊,众所周知呢 很多国家呢 都已经是躺平啊 非常多的这个很长的一个时间了 英国哈 最早躺平这个国家哈 但是现在看来呢 看着什么英超比赛啊 这般人呢连口罩都不戴啊 可以说是正式的这个躺平了啊 在这个呃最新的这个Omicron的这个叫Omicron 还是Omicron哈 Omicron这个病毒啊 又据说呢 又是比这个Delta啊 Delta呢还要强这个射到五倍哈 也是一度呢引起人们的恐慌 加上这个之前这个所谓的这个印度这个神童哈 做出这个预测 那么一直都说啊 12月份的人类呢 将会遇到一个非常大的这个麻烦 那么12月呢 现在过了八天啊 可以说是过了大概三分之一不到这个时间吧 那么这些专家说这个最新的这个Omicron这个呃 变种呢 并没有想象中的这么恐怖哈 虽然它的传播能力非常的强 但是这个致病致死率呢 好像还是有待这个观察呀 那么新西兰呢 其实在上周开始呢 已经呢 实施了这个半完全开放的这个情况 那么允许人们呢 进入这个餐厅呢 里面用餐了 单了呃 这个距离有要求哈 而且在外面呢 还是要戴这个口罩 许多这个餐厅呢 都是要实施这个预约的这个机制 那么保证呢 没有这种随意来到的这些人群 所以一定上的还是有一些的这样的这个限制的呃 那么新西兰现在目前的状况呢 可能估计会在2022年的4月份呢 完全呢就对呃打了两针疫苗的符合这个疫苗条件的朋友呢呃 呃不需要隔离啊 包括这个旅游者呢 就能来到新西兰呢 那么大家都很害怕啊 那么4月份如果开放之后呢 那么印度那边来人了啊 最怕就是印度那边 甚至那边病毒这个应该说这个强度是非常的高的 患病的人呢 也是非常的多的 那么会不会到时候又会对某些国家呃 发出一些限制呢 就好像现在这个Omicron流行的时候呢 对南非啊 等这个八个国家做出一个呃 不允许入境的这个限制啊 但我们有待观察 那么也有人说嘛 到明年4月份的时候呢 可能疫情呢 有可能的已经结束了 我觉得这个东西嘛 感觉好像没这么容易 对不对 呃虽然疫情确实给全球人民啊 对你跟我都带来了相当大的这个烦恼啊 最大的烦恼就是在我们海外的这个朋友呢 那回去探亲啊 啊 事情是非常的艰难 对不对 我们假期本身就不多 回去呢 还要14天的隔离 回到这边呢 现在虽然也是呃隔离的时间已经是比以前要少得多了 但是在国内这个隔离的时间呢 还是相当的长的 甚至呢可以把整个假期的这个时间呢 耗到一半去啊 也是十分的痛苦 那么加上很多人在疫情的时候呢 经济上呢 也是有一定的损失 可能呢 可能选择呢 还是暂时不回国哈 呃 不过对于新西兰来说呢 那么但愿呢 以后的情况呢 会越来的越好啊 现在疫苗的普及率呢 可以说是非常的高 虽然奥克兰还是没有达到90% 希望在呃 圣诞节之前呢 能够达到这个数字 不过我们现在看到街上呢 呃 不戴口罩的人呢 是越来越多了啊 那么最怕就是在我们放松警惕的时候呢 疫情呢 会不会卷土重来呢 对于新西兰的这个防疫工作呢 我之前也是多次的做出这个呃 这个报道哈 很多人就过来呛啊 说呃 再怎么好啊 再怎么坏也不如中国坏 我说根本就不是一个东西 不能拿出来作为比较哈 就好像我以前吐槽啊 这个洋人开车啊 有时候下雨呢 我这个头灯不打开 那么有几次呢 是非常的危险的哈 那么呃 先喝口酒啊 那么我在这个华人的社区上面 发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一个帖子呢 没想到呢 就引起了许多华人的这个鄙视哈 说你要不要回个回趟国试一试哈 我说你怎么可以用国内的标准来衡量新西兰呢 同样我也没用新西兰的标准去衡量中国 哈 这个每个国家的情况都不一样哈 交通状况也不一样 没有什么可比性哈 或者是以事论事哈 那么下大雨哈 不开这个头灯有时候真的看不见 你刚好又开个银色车 跟这个背景就放在一边去了 所以在新西兰呀 哎 确实是 现在来说呢 很困难啊 很困难 经济呢 感觉是比较萧条的 虽然房市呢 还是依然的这个坚挺 但是最近好像说这个成交量呢 还是有所下降的 呃 当然了最新公布的这个大赦的这个政策呢 确实呢 呃 我觉得政府这个举动呢 跟之前这个调控房市的这个所做出的一些措施呢 是相悖的哈 你一边压制房价 那边呢 又提高了这个需求 那么呃 估计短时间内呢 房价呢 可能不会掉啊 这个专家啊 告诉我的 但是呢呃 这个成交率可能会暂时下降一下 这东西嘛 还是要平稳上升会比较好 那么突然升得太高 那么跌下来的时候呢 也是非常的惨痛 那么就是新西兰现在一个产一个呃 旅游业呢 现在作为曾经新西兰最赖以生存的一个啊 经济手段呢 现在还是暂时来说呢 还是关闭的这个状态 还是那句话啊 到明年四月份 呃 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呢 其实还是呃 大量的需要新西兰这边的一些产品了 特别是畜牧业这一边 好 呃 不要出来跟我争啊 说百分之多少 百分之多少啊 没有心思理你们这帮人啊 你喜欢说 你就说 我也不会屏蔽你 呃 有你的意见 你也可以随便的说 没关系 呃 但是我真的不想跟你呛了哈 就是为了呛而呛 对不对 呃 反正我好 我就说啊 不好 我就批评啊 不管哪个国家 不管是哪个政党啊 虽然我 大家知道我并不是非常喜欢工党啊 但是工党在这个抗议方面呢 呃 在开始的时候呢 还是做的OK的 当然后来是这个好局呢 就被葬送了哈 但是呃 该表扬的还是要赞扬哈 当然他有不好的地方 我们也拿出来说 好吧 呃 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啊 呃 没有什么特别的新闻 要给大家讲啊 因为这几天还是遇到一些比较难过的一些事情吧 所以一节呢 也没有给大家出这个片啊 没有给你录录这个节目 呃 希望大家谅解 好吧 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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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